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好看的电影天天都有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男孩一出生就没有重力 母亲不敢显期待 生怕他飘上天空飞走的电影 无重力男子 故事一开始 老太太的女儿翠花就要生了 这下可不得了 天气很不好 大雨倾盆的 老太太开车赶紧将女儿送进医院 现在情况紧急 而且时间又太晚 医生不在 只有护士可以为她接生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孩子虽然生下来了 但是特别的奇怪 孩子就像小天使一样 扶在了半空中 天生没有体重的样子 这可把翠花给吓坏了 翠花连期待都不敢捡 生怕孩子就这样飞走了 出院之后 老太太给孩子取名为大头 为了防止大头飘起来的时候 被天花板撞伤 翠花专门给天花板铺了床垫 让孩子睡在天上 而一般老太太回家 发现孙子不见了的时候 也不去外面寻找 反而往天上看 所以翠花并不允许大头外出 她怕别人把大头当作怪胎 嘲笑她不接受她 日子一天天过去 翠花总觉得孩子也需要一些自由 为此翠花给大头做了一件衣服 衣服里放了重物 防止大头飘出去 翠花带着大头去买东西 大头在门口等待着 等着等着 突然有个小女孩撞到了她 小女孩请求大头 将矿泉水帮自己搬回去 大头是一个腼腆的小男孩 不好拒绝 就跟着小女孩走了 走着走着 大头却觉得有些累了 就将衣服里的重物扔了出去 总算到了小女孩家门口 小女孩要将矿泉水拿回去 但大头不敢给小女孩 一旦给了 矿泉水抢了回去 接着大头就飘了起来 幸好头上有一个挡雨的天花板 就这样大头卡在那里没飘走 小女孩见状将大头拉了下来 并枪自己的书包给了大头 防止大头再飘出去 并且承诺会帮大头保守秘密 自己这个粉红书包就送给大头了 只要大头在书包里放重物 就永远不怕飞走了 没过多久 小女孩搬到外地去了 而大头一如既往地 背着那个粉红色书包生活 很快大头就厌倦了 这种平淡的生活 在电视上看到一档达人综艺秀 看起来挺有意思的 大头觉得自己参加一定会爆红 于是他在桌子上留了一封信 就离家出走了 在那档综艺秀上 大头果然凭借着飞起来一炮而红 在经纪人的帮助下 在演艺圈混得风生水起 大头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就是给自己出一本自传 很快经纪人帮他联系了这方面的人 但是团队那边给出来的都是虚空构建的 大头不愿意在自己的书里说谎 于是将自己近期赚来的所有钱 都当做了违约金赔给了经纪人 然后退出演艺圈 从此以性埋名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多年之后大头的母亲去世了 大头假装成残疾人 每天背着那个书包坐在轮椅上 然后去小旅馆打零工 圣诞夜前夕 旅馆里还有一个女客人没有退房 然后大头就去问了一下怎么回事 没想到女客人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书包 原来女客人就是当年送大头书包的女孩 两人一阵相处之后 大头就向女孩表白了 女孩对大头也有好感 两个人就这样在一起了 为了能让女孩过上好日子 大头不再是去旅馆里打零工 而是穿着蝙蝠的衣服 去高楼擦玻璃 工资也是高的不行 从此过上了没修没臊的幸福生活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一项技能非常重要 有一项特殊技能更是能走上人生巅峰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